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星期四表示 中國希望短期內與美國保持穩定關係 當前中國面臨國內經濟挑戰 同時延緩他們在亞洲的強勢外交 上個月對中國嚴格的新冠疫情協議的不滿情緒演變成廣泛抗議活動 這是自習近平主席2012年上台以來最大的一次公眾不滿情緒的表現 這些防疫規定導致經濟放緩 但最近放鬆限制也引發了公眾對病毒可能很快試肉的新擔憂 坎貝爾說這些問題再加上中國使得很多輪郭心懷不滿的事實 意味著他有興趣在短期內與華盛頓建立更可預測的關係 他說中國的處處逼人同時挑戰了許多國家 他在論壇活動上表示他所提到的中國與日本及印度的領土爭端 他是認為他們認識到這個在很多方面事與願違 坎貝爾說 所有這些都令我認為中國現時最不需要的就是與美國建立公開的敵對關係 他們想要一定程度的可預測性以及穩定性 而我們也尋求這一點 坎貝爾表示 在緊接下來的幾個月中 世界將會看到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恢復一些更實際 更可預測的大國外交要素 而北京之間的財務 在財務 北京之間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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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之間的財務